土耳斯推出的FullLength 16S云平台一直深受用户好评 在绘图设定以及统计门槛调整给予更高的自由度 如今,因应使用者进行重新分析的需求 推出ASAB云平台,Automated Self-Analytic Platform ASAB云平台采用账号订阅制 订阅期间所有在土耳斯定序分析的全长16S数据皆可使用 使用者可自由增减分析样品或合并不同专案样品 操作简单且平易近人,以键及时分析 每次分析报告交付会附带云平台专用档案 订阅期间上传至ASAB云平台可以无限次分析 接下来的影片会一步一步示范ASAB云平台如何操作 登入ASAB云平台页面后,点击Browse上传RDS档 即可在右方的表格看键分析设定,包含样品分析名称和组别 可在该表直接修改内容,若要删除样品则点击右键并按下Remove Row 如果样品数量较多,也可以选择点按左边的Download XLSX Format Metadata 将Metadata下载编辑后再重新上传 Color Select方框可以改变组别颜色,直接输入色码或是点选调色盘 修改完成之后请记得按下Edit Color 此时可以看到上方表格的颜色跟着设定变化 如果分析包含环境因子数据可以直接在表格上修改 或是下载表格修改后上传 依据分析需求选择完整分析或是产出ASB Table 统计方法如要采用陈队统计请打开设定 确认之后请输入电子邮件信箱以及分析名称 并按下Start Analysis 弹出视窗会再次显示本次分析的设定 确认无误后按下OK 此时系统会显示本次分析专案的参数 确认后系统会开始分析 同时告知正在排队分析的专案数 系统收到分析专案后会自动寄信通知用户 分析完成后会再次寄信通知报告下载位置 请输入正确的信箱以免措施 每个分析报告为专属连结 仅取得连结的用户可下载 考量分析资源的分配 一个账号一次只能执行一个分析专案 每个专案的分析上限为200个样品 若有多次分析的需求 请在前一个分析结束后 再开始下一个分析专案 如果有多个不同专案的数据要一起分析 可以在Merge RDS File页面合并多个专案 选取多个ASAP RDS上传后 可以在右边的表格编辑样品资讯 完成后点选Download Merge RDS File 下载合并后的ASAP RDS档案 回到Sample Meta Data Setting页面 上传该档案 依照之前的说明操作 就可以分析所有样品的数据 Create FL16S RDS Files页面 可以看到近一个月安排的分析专案 成功完成分析的专案 都可以下载Fallink 16S RDS档 该档案可在Fallink 16S云平台上使用 使用期限为启动后一个月 订阅用户使用ASAP云平台进行重新分析 不需重新填写分析表 不用等待相关部门作业时间 也无需再支付重新分析费用 分析次数不受限制 同时每次分析都可以联动到Fallink 16S云平台 ASAP云平台提供用户更及时更方便的服务 订阅方式与收费 请恰当区业务或联络客服 感谢您的收看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与土耳斯洽询